请你个朋友 很欢喜我们又进到幸福小组的第六堂 十字架的胜利 这个题目很特别 胜利好像是在一场争战之后的一种描述 或者一个结果 这个题目究竟什么的含义呢? 十字架的胜利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或者圣经给我们的提醒 原来在这个人世间 我们都有这样的观念 有神就一定有鬼 有黑一定有白 有正一定有邪 大概这个观念都是相对的 所以这个题目正正就告诉我们 原来在一个这样的生活 或者宗教的情绪当中的时候 有一位神也有一个鬼在那里来对峙 我们先讲一个起初的观念 让大家能够明白 十字架的胜利是什么的含义呢?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 明亮之声早晨之子啊 你竟然从天聚落 你这功拜列国的 竟然被砍倒在地上 原来圣经起初提醒我们 教导我们 告诉我们 上帝创造有天使掌 有一个很华丽的天使掌 他在上帝的之下 但是有很多的天使在他之下 所以换句话来说 在他的生命当中 他感觉到很荣华 因为也都有权力 他只不过是在上帝之下 然后他很多的天使 却在他的下面 但是他的心灵里面 他有一个很大的困扰 但是这个明亮之声 早晨之子 在英文的圣经里面 原来有一个名字 叫做Locifer 这个就是天使掌的名字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在他的内心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他说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在上帝的众星之上 我要坐在会众最窄的山上 在极北的地方 在这里他心里面说 我要我要我要 是表达了他要在这个处境当中的时候 他感觉到很不满足 他感觉到他可以再提升 他希望能够跟上帝同等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高者同等 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态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意念 我要跟神同等 我现在要超越现在我的境况 但是圣经说 原来魔鬼的出现 或者撒旦的出现 就是天使掌的堕落 原来他先前是天使掌 他叫做Lucifer 后来就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心境 有这样败坏的心态 来到在他的生命当中 以至到他就被击倒 落到陰间 落到极深之处 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一句说话 他说 我看见撒旦从天坠落 像闪电一样 圣经也都介绍 究竟这个撒旦 坠落了 落到人间 落到在你和我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他是怎样的呢 原来撒旦也当作光明的天使 圣经说给我们知道 魔鬼被上帝击落之后 他坠落到在我们的人间当中 他成为光明的天使 来到迷惑我们 以至到圣经就很直接说 大龙就是那蛊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衰倒在地上 他的使者 也一同被衰下 这里圣经说给我们知道 原来这个天使长 堕落之后就成为魔鬼 他在这里人世间里面 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一直在迷惑普天之下的人 在那里来到印度我们走歪路 他不是印度我们走正路 今天你发觉到 魔鬼的引诱和迷惑 就在我们的人世间里面出现 在三藩市一个地方 他们有一个宗教 直接叫做撒旦 我们说明是拜魔鬼的 有很多人就随从 有很多人在那里 就成为他们的跟随者 你发觉到今天有很多的事 让我们看到 很多人所表现出的行为 真的超越了人性 我们就会感受到 原来魔鬼就进入 这些政治家当中 魔鬼进入我们的心灵里面 使我们败坏 使我们蒙骗 使我们被引诱 来到活出或者做出一些 超人性 无人性的一种行为 你发觉到我们 我们人类就被魔鬼来控制住 我们人类就活在一些 这样被引诱和蒙蔽的生活当中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人类很有限 我们很想寻求一些什么方法 来解脱我们现在的困境 今天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发觉到 有很多东西我们掌握不了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够预算的 我们不知道明日将会如何 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 生活的情况会如何 因为我们是有限 我们是被造 我们不是一个全能者 你不知道 你没有办法预知未来的 所以因此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的时候 我们很想尋求一些什么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有限 因为我们想知道未来 所以因此我们中国人 在那里我们会算命 我们希望能够知道我们的运程 我们会占卜 我们会占卦 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是怎样 好像在一个庙里面 或者有一些的术士 可以告诉我们 你的运程是怎样 甚至我们很期待转运 因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 面对的境况 面对我们生活上的那种困境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改变 我自己的家庭就是这样 这两位是我爸爸妈妈 我爸爸是1900年出生 清政府幕后的时候 他们就活在这个 非常迷信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爸爸和妈妈结婚 生了一位姐姐叫做幸荣 后来她出生之后 有一个女儿养不大 大概一岁多就种天花 就离开了 后来有一个弟弟又出生 因为我爸爸妈妈是水上日 是一条渔船 我们一条渔船很大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有三围桌在渔船那里吃饭 我爸爸就带一班工人出去捕鱼 我们去到一个地方 大家在那里晒那些石子 在那里晒那些石子的时候 我的哥哥离开了 大概那时三岁到四岁的时候 他就不小心踩空了 他以为那个石子下面就是实木的 谁知道那个石子要亮晒的时候 他一踩就立即整个跌了入海 因为有一个石子在那里 那个石子掩住了他 所以他们一直找不到 这个儿子究竟在哪里 就是这样 我这个哥哥就浸死了 我爸爸很难过 在那时候 他心里一直没有办法可以安心的吃饭 每一次三围桌开桌吃饭的时候 他就看到本来那个儿子原本坐的地方 他就在那里哭 他就没有办法可以接受 后来那些人就劝他 他说这样吧 不如你去领养一个石子回来 来填补你心里面那种的失落和空虚 后来他就迎领了这个叫继传 就回来在我们家里 他在这个生活里面的时候 我爸爸心里面仍然感觉到不安舒 心里面仍然很失落 我们是水上人 我们很多神明 我们拜很多的偶像 我们祈求这个神明保佑我们 但你发觉到所拜这么多 竟然没有办法可以保佑我们的子女 所以我爸爸从此之后 更加迷信 我妈妈也都是更加迷信 所以这个继传一回来的时候 就要瘀耳朵 要破尚 后来我爸爸妈妈 就生了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哥哥叫继忠 也都要破尚 凡是那些神明一出生 就要瘀耳朵 就要破尚 不单单这样 后来有两个女儿出生 又离开了 又是养不大 亲你的朋友 如果你是我爸爸妈妈 你看一看这些 是他生了的 竟然在七个人当中 或者是在六个当中 有四个不在 因为有一个是领养的 你的心情是怎样 你心里面会对这个家庭 有一个怎样的感受 因此他去看相 有一个相似 又告诉我妈妈 你是黑星 你不能带给家人祝福 所以你每一次吃饭的时候 你只能吃一碗 不能用一个大汤碗来吃饭 用一个小碗来吃饭 只能吃一碗 你要为你的儿女积福 你不能够享受福气 所以在那时候 我妈妈只能吃一碗饭 如果你要添饭 你一定要计终地在 你这个大儿子一定要在 并且给他先吃一口 他先吃 然后你才可以吃 你发现到我们的家庭 就是在一个这样的沉重的心情里面 来到成长 我们的爸爸妈妈 没有办法可以在他的船上得到平安 所以他越拜越没有平安 他越求 越心里面有很大的失落 另外一个哥哥叫做继祖 这个继祖一出生的时候 非常之凌厉 非常聪明 继祖七岁的时候 就患上了老莫严 老癌 老癌 九岁就离开 就因为他离开 带给我家一个高大的转变 我爸爸妈妈倾家荡产 很期待医治好他 但是医不好 这个哥哥很乖 这个哥哥很孝顺 这个哥哥很得人喜欢 所以我们整个家 都在一个很痛苦 和沉重的心情里面 来到过生活 在那个时候 我爸爸妈妈 哪里都拜 哪里都求 哪里都去沉闻 希望能够使这个哥哥 能够医得好 但很可惜 他九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他离开了的时候 从此之后 我们整个家庭 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们不能够叫爸爸是爸爸 我们只能够叫他是阿伯 我们不能够 称呼妈妈是妈妈 我们只能够叫他做阿母 在我们的人生出世的时候 我们后来15年 爸爸妈妈没有生十分仔 15年之后 就生我们三个 打圆圈那三个 那个橙色圈的 那个是我 在15年之后 5年生我们三个 我们这三个 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被过契给孙悟空 做契仔 我们大家都有那些小名 阿猪 阿狗 阿牛 我们不能够 爸爸妈妈不能够 当我们人这样来养大 我们是好像畜生那样 賤生赤养 在这样的生活里面 你发觉到我们活在一个惊恐当中 爸爸妈妈担心我们养不大 以至到我们要契给孙悟空 来做契仔 求祂保佑我们 并且我们初一15一定吃债 我们在一个这样的宗教 很迷信 和很希望能够 可以转运的一个处境里面 来到生活 很痛苦 那时候我出生 我知道我成长的过程里面 也都是了解这个情况 我活在一种的压迫当中 不可以做这件事 不可以做这件事 不可以说这件事 不可以说这件事 后来我们很感恩 我们第四个哥哥 继终 他跟我阿嫂结婚之后 他们因为后来信了耶稣 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的神身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因为他信了耶稣之后 就带给我们家里面 有很大的盼望 后来我爸爸妈妈就觉得 是呀 真的我拜这个偶像 拜了这么多年 不能够带给我平安 不能够带给我喜乐 不能够带给我真正的福气 在我的儿女当中 他不能够保佑他们的生命 后来他就放弃了 他们所拜的一切 后来就跟了我哥哥 我们全家人 我们都信了耶稣 我们很感恩 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发觉到一切都改变 为什么 因为十字架的大乱 因为耶稣基督的大乱 改变了我们一切 十字架上面 有什么能力 可以改变我们呢 第一 愿意透过十字架的救赎 使神与人和好 今天我们神人之间 有一个很大的洪灸 因为我们人有罪 上帝是一个圣洁的神 他看到我们有罪的时候 他不能够当我们有罪为无罪 他爱我们 他很期待解决我们 神人中间的连规 在里面 因此他就差派耶稣来 借着他 耶稣 神使万有 与自己和好 无论是地上的 是天上 都借着他在十字架上 所流的血 促使了和平 即是一句话来说 耶稣基督用所流的血 来到成为一个代价 来到和上帝 对人类一个圣洁的要求 公义的要求 来到做一个的熟 代熟 一个的代价 来到给上帝 上帝看到耶稣基督 所付上的代价的时候 就赦免了人的罪 以至到神人 能够透过耶稣基督 可以和好 十字架就是这样一个功效 就好像今天你跟我一样 如果你某一个人 和某一个人 大家不和的时候 你就是中间人 你就使他们两个人和好 你就要付上一个代价 就因为你付上一个代价 他们两个和好了 同样一样 上帝和人类 在一个这样的处境当中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在当中 成为使他们 上帝与人和好的那一位 透过十字架的救缩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流出一个补血 就代熟了 你跟我跟我神之间 他对我们 圣洁和公义的要求 第二方面 透过十字架的刑罚 我们胜过掌死权的魔鬼 今天人是不是这样 圣经里面说给我们知道 没有人能够掌握生命 将生命留住 也没有人有权力 掌管死期 这场争战 无人能面 这句说话 正正讲到我们人的困境 如果这个图画 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过程 我想请问亲爱的朋友 你现在在哪个公仔那里 现在你的年龄 或者你现在的处境是哪个公仔 无论你哪个公仔都好 我们一定去到最后的处境当中 这个是我们的遵战 人生就是这样 圣经告诉我们 没有人能够掌握生命 没有人能够将生命留住 没有人能够掌管这个死期 这是一个争战 没有人能面 你同意吗 今天我们人活在 一个死亡的控制 或者死亡的恐惧当中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人世间 他既然儿女有血肉之躯 耶稣他自己也亲自成了血肉之躯 他说要直着死 败坏那 想死权的就是魔鬼 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人呢 就是因为他要直着 这个血肉之躯 他要成为人的样式 因为人就是怕死 人需要死 他就要直着这个血肉之躯 要直着这个成为人的样式 他就要直着这个死 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所以耶稣基督 他从死里复活了 你说哪可能 当然是可能 如果他不行 才是困难 如果他做不到 我们就肯定他不是神 就是因为他做得到 有什么这么了不起 因为他是神 他当然做得到 所以他直着这个死 他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 不单单这样 圣经说 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 怕死而为牢的人 因此十字架 这个刑罚 带来的 是一个改变 是耶稣基督 透过这个十字架 胜过这个掌死权的魔鬼 并且释放 你跟我因为一生一怕死而为牢的人 第三方面 原来透过十字架的权能 性格黑暗的权势 是呀 真的 透过十字架 我们以前 所谓的捆绑 或者以前 那种的 黑暗的势力 给我们那种的捆绑 都释放了 所以我们上了耶稣之后 虽然我以前是 孙悟空的契制 但是因为我信了耶稣 耶稣基督释放了我 我不再是孙悟空的契制 我不再是被这些 黑暗的权势 所来到 控制我们 所以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耶稣既将一切执政 掌权者的权势 都解除了 因此 我们就在 像着这个十字架 我们跨性 因为耶稣是一个得性者 魔鬼是一个失败者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在十字架里面 来到胜过魔鬼的权势 所以你跟我 我不需要再惧怕 虽然以前我是拜偶像 我们拜很多的神明 我们拜很多的偶像 我们不惧怕 为什么 因为耶稣已经释放了我们 耶稣已经胜了 这些偶像的 黑暗的权势 以至到今天 我们可以坦然的 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可以的 不惧怕的 相信耶稣基督 做我们个人的救主 因为耶稣已经 得性 十字架的胜利 带给我们人类 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们不再 活在一个恐惧的迷信当中 我们不再活在一个恐惧的 一个压迫的当中 因为耶稣已经得性 七零的朋友 很可能你过往一样 好像我们家一样 拜很多的神明 拜很多的偶像 甚至你过继了给某一个神明 请你要记住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已经释放了我们 因为祂胜过这些黑暗的权势 好像我一样 好像我们一样 我们不再拘怕 因为耶稣胜过了 七零的朋友 我很期待 你放下你的恐惧 接受耶稣基督给你的恩典 因为祂已经代替你做一切 只要你相信祂 在你的人生里面 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来经历十字架的胜利 胜过魔鬼 魔鬼再不能够控制你 你是上帝的疑虑 我们一起为你祈祷好吗 我希望你的心 同样一样 藏开 跟着我祷告 好像你的祷告一样 亲你的主耶稣 多谢你 原来你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 胜过魔鬼的权势 胜过黑暗的势力 并且透过你 我与神和好 我现在相信 我现在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个人救主 救主救我 听我祈祷 奉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命给 阿们 阿们 好 亲你的朋友 上帝慈福给你平安 阿们 谢谢大家